兄弟们 姊妹们 扬言要改变港片的困兽 开封了 快来看看他到底有几分 四点四分 呃 素贝拉戏 大家好 我是Nemo 前几天我就看了困兽 给我的管一管说那非常直观 我就是那只困兽啊 看着看着就困了 这是一部我心甘情愿愿意去中途上厕所的电影 因为我毫不关心他的剧情进展 秉承着要对得起自己的电影票不浪费的原则呢 我只希望他能赶紧放完快放得走吧 对这部电影呢 首先我想要说的就是 大 很大 所以说这是第一部有电影将当时博彩业和放在洗钱幕后秘密及罪恶呈现给观众 但这剧本啊 完全称不起演员的演技啊 本来看到钟汉良演男一号嘛 我还愣了一下 不过里面还有吴正宇啊 我也就没想什么了 最后果不其然啊 钟汉良这个小马景涛啊 最适合演的孩子偶像剧啊 另外呢 我想跟吴正宇说啊 咱们听话 咱们不拍烂片了行吗 我知道你要养自己的团队和整个老牌香港影视权 但你不要见片就结啊 你好歹看看剧本啊 看看这个编剧啊 到底是用脚写的还是用TriedGPT写的呀 接下来咱们来看看剧情的走向 两个字概括 就是炸裂 炸着炸着我就裂开了 吓得我赶紧掏出电影票一看 我还以为我看的是抗日神剧呢 剧情简单 没有悬念 宣传呢 说是港式经典破局之作 实则呢 不愿面对现实 还是一样的配方 一样的味道 甚至还不如以前的港片呢 现在我突然就觉得 单房秋里套的片子好看太多了 另外呢 不管看什么港片 就算是烂片 也尽量去看粤语的场次 因为只有这样呢 才是原汁原味的港片 是吧 你一定要看国语啊 好 你给我等着 我今天就把你抓到TiCC里面去啊 除了剧情外呢 福道化也积极的复言 里面呢 有一场戏 是钟翰良被停职观察 桌子上呢 已经堆满了好几天的垃圾 但他呢 却状态饱满 精神焕发 我说 大兄弟啊 你你你你已经被停职了 你不应该表现得颓废 伤心一点的吗 还有你的头发 到底是哪个托女老师给做的呀 跳来跳去啊 头发都不散的 你怕不是打了AB强力雕啊 意义不明的特写和倒放慢镜头 敌人每个都是人体描边大师 男主呢 子弹怎么都打不到的蛇行走位 120码倒车入库 一个倒一个往前面开枪追 即将掉河里的时候呢 又来了一段预告片式的剪辑 这么然的画面呢 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 那你我那道真的不是在看抗诗神域吗 正所谓一波未凭 一波又棋 我刚打消了自己对这部影片的刻板印象 结果接下来的一场码头感情戏码 却再次让我如作争战 匪琐斯 难以置信 把一丝不得其解呀 好家伙啊 原来这是一部批着抗日神剧外衣的 穷尧式爱情杠拼啊 穷尧式的台词 再加上国语配音的加词 那股味道简直不要太浓啊 我给大家来模仿一下啊 我可以接受你的假 但我不能接受你跟你的前男友还有感情 他的心里已经没有对我的感情了 我好恨你啊 他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我竟然都不知道 没想到我才是那个让你最讨厌的人 原来每天睡在我身边 是让你感到最恶心的事情 啊 我的天哪 编剧 你不要收拾你的省头吗 这都2023年了 为什么还能在荧幕上看见这种 这么傻的台词啊 啊 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还没完啊 最终大决战在一个机场里 发生 据说这还是剧主花了300万 1比1打件起来的 好家伙啊 你要是从300万里面 抽30万出来 去找个稍微正常一点的编剧啊 这部片子也不至于会这么烂呢 前面还是一股浓浓的港片味道 机场大决战呢 直接就变成了满满的GTA味道 简单来说呢 这场戏啊 就是侠盗力车手之机场大战 黑帮老大 我要为女友报仇 汽车直接冲进机场 撞飞黑帮二人组 大难不死的黑帮二人组啊 还大帅 加了一个空中扔弹侠的动作 接着秋名山车程又撞飞了二人组 那个威亚表现的也太明显了吧 车都还没碰到呢 人就已经开始飞起来了 你再跟我说一次 我看的不是看了成全 啊 钟寒良和吴正宇两人一顿倒死后呢 摆了个pose 我以为呢 两个人誓死如归 破釜沉舟 准备以二敌摆了 结果好家伙啊 只是车贴车就一个人的距离啊 这还真是小刀扎屁股开了眼了 我琢磨着前面的剧情这么烂 这么简单 结局呢 总应该宏大壮观一点了吧 结果呢 老太太专备 我给爷整笑了 狡猾导致枪法不准 妹妹的遗物项链被扯掉 战斗力瞬间暴征反杀对手 吴正宇化身神枪手 子弹从人质耳边擦肩而过 他明明是个法师啊 可偏偏要去当战士 钟寒良捡到枪之后 化身为漫游枪手 开始了全片中最炸裂的戏码 划步扫射 没错 你没有听错 真的是靠脚边划边射啊 而且呢 还是回合制 你一枪 我中一枪 我一枪 你中一枪 然后呢 还默契十足的一起倒下 里面的反派2号呢 叫堵神 不过他最后真妮的表情啊 不像堵神 像个傻神 不有一说一说 最后踢足球的构图呢 真的很好 看起来国主的未来和希望啊 已经诞生了 在影片结束后 我紧绷的神经啊 终于可以放松了 对此啊 我长叹一口气 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啊 他竟然还不打算放过我啊 片尾结束后 竟然还有拍摄花絮 我的天啊 仿佛是导演在告诉我们 拍烂片也是需要很大成本的 我们很认真的哦 打没打没打没 对不起 我真供气不了啊 导演蓬发后期剪辑出家 淡路呢 做了导演拍了好几部烂片 你说人家王宝强吧 之前是演员 后面做了导演拍了烂片 还拿了金扫着奖 可人家谦虚 上进 与时俱进 愿意听别人的建议啊 这才靠了八角龙中 打了个漂亮的翻真仗啊 但你这孩子吧 不不不是我说啊 头是真的铁啊 都拍了这么多部烂片了 你咋还拍呢 听话 咱以后不拍了啊 你要是再拍 我就要TICC把你抓进去啊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是我的兄弟及妹 当意我千万不要去看困托啊 当然了 最近有失眠呢 或者睡眠之量不好的朋友呢 我倒是强烈建议你们去看啊 一秒一睡 你自得拥有 那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了 你们的一键三连 是我继续创作的动力 我是Nemo 一个不怎么正经的UP主 我的车数很快 请系好安全带呢 咱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